好 我覺得選舉就是一個爬糞過程啊 會把你主動18代都挖出來 你看去 你看上一次王盧璇沒選舉過 他也連那個軍宅案 板橋的軍宅案都被打成這個樣子 變成選戰主軸耶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韓國瑜至少還選過高雄市這樣 那郭台銘是完全都沒有啊 那所以你也 而且韓國瑜現在 黨內出選一堆來檢驗他嘛 郭台銘也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提名郭台銘之後 他受到檢驗會非常強烈啦 這是你會比較很難預測 那第二個是我們就觀察民調的區域 你的答案是郭台銘比較難打 比較好打 比較好打 OK 因為他沒有選過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觀察現在的民調趨勢嘛 那第一個的確還是韓國瑜最高 我們難打的意思就是說 你到選舉前投票那一刻 你民調還最高嘛 這樣才難打嘛 那可是郭台銘他民調最高的時候 是他剛宣布參選的那一個時候 然後我覺得他的競選團隊 感覺上沒有好好的幫他在規劃啦 因為他為什麼他的民調高 主要是因為他以前是富商的形象 大家期待他可以把台灣經濟帶起來 可是後面他做太多 傳統政治人物再多的事情 而且刻意往紅靠籠嘛 去舔盤子啊 去綁鞋帶啊 去送花啊 去睡人家家裡啊 這一些我覺得 去long stay 這好像只有馬英九的影子 所以人家已經模糊掉 當時郭台銘出來的那個印象了 所以慢慢慢慢他制度下來了 所以他如果制度來上去的話 他要調整他的腳步 那我覺得韓國瑜的話 因為他當然之前大家黑寒黑的蠻嚴重的 所以他民調有下來 可是他現在就是透過這個 這個庶民的力量 比如說6月1號肇事 然後再有6月8號 再來6月22 那他的優勢在於他很會演講 所以我認為他的民調 可以是一直在不斷的往上 那第三個因素是柯文哲的因素 因為我們現在看很多民調啊 是只有韓國瑜出來 可以分到柯文哲一些票啦 那其他的人感覺都沒有辦法分到柯文哲的票 那柯文哲會不會參選 我覺得柯文哲會參選 柯文哲他最近講了一句話是說 他說 我還沒有考慮要不要選 可是呢 他說如果有人可以帶領台灣 我何必要躺昏睡 那問題是檯面上就這些人嘛 那你告訴我嘛 你覺得誰可以帶領台灣 誰不能 其實你已經心裡已經有個底了嘛 他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就是他要選的意思了啦 那他要選 感覺上韓國瑜出來才能夠分票啦 我覺得民進黨反而不是我們最主要對手 那你各位主要是 你各位主要是 你各位主要是 各位主要是